大馬路旁一名男子開著怪手 不斷猛砸停在前方的白色汽車 整個車頂被掀開 擋風玻璃被砸出一個大洞 一旁男子媽媽極力勸阻 不過他還是無動於衷 吵著汽車一次又一次的砸了下去 誇張行為全被路過民眾拍下 當時巨大的聲響也驚動附近鄰居 有嚇一跳嗎 有啊 滿大的 大家裡面都以為說 我是不是禮辦公室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事發在桃園龍潭的中正路 因為附近就是禮辦公室 當時不少民眾嚇一跳 還會是禮長家的車被砸了 根據瞭解動手男子去年就跟妻子 鬧不合 雙方已經分居 15號兩人爆發爭吵 男子心聲不滿 先開車到女方家賭門 16號凌晨又再度爆發中途 之後上午10點半 男子喝得醉醺醺 請來怪手後就自己操作 把停在門口的白色愛車砸灰 男子一直衝動 酒後當街砸爛自己的車 這下不僅車沒了 還觸法被逮得不償失 三連新聞實名企黃正傑 臺灣產報導